我想先問一下三位 因為現在台股剛剛講了很多的變數 所以觀望氣氛非常濃厚 11月會不會繼續這樣整理的格局 三位幫我們按鈴一下好不好 你覺得會不會 圈貨差 11月繼續這樣子 會不會 會 所以是2比1 只有張姐你說不會 你先講一下 OK 事實上基本上是這樣子 不會 不管誰當選 其實都影響不了產業主流趨勢往上 也就是說 像這個大立光 當了12年的股王 事實上 手機雙鏡頭 單鏡頭 前三後四 或者是前三後五 這個主流趨勢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 不管是拜登或者是川普當選 只要不要選舉有爭議 我認為資金的盛宴 還有產業趨勢 新科技的變革都不會影響 所以 就剛剛舉的就像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不管哪一位 誰當總統換了幾個行政院長 基本上 都不會影響他的關鍵的技術 跟他的這個地位 所以我認為 選完之後 明朗之後 資金盛宴跟這個 整個產業的趨勢是沒有改變的 產業挑對 股票挑對就可以了 選完之後就往上 所以是樂觀的 我也讓你覺得會繼續整理 我覺得整理的可能性比較高 那當然第一個呢 從成交來看 目前大盤的量沒辦法放大 所以指數呢 其實還是在一個大的 箱形區間 不見得會大跌 但是基本上呢 要大局的往上突破衝高呢 這個困難度也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呢 外資今年以來呢 持續的比較偏向保守操作 尤其剛結束的上個月 十月份呢 外資還是大賣了台股 那基本上呢 現在包含外資對於反向ETF呢 也持股水位超過了500多萬張 創下歷史新高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外資賣台股一定跌嗎 當然不一定 但是呢 我要提醒就是說呢 現在包含有些內資呢 基本上已經到了差不多要 縮手結帳的時候 所以買氣進不來 那首先我們看到就是像 受險大戶 那像這個國泰富邦 過去兩個月大概賣了台股 一千多億了 那第二個來講 其實今年在發生新冠肺炎之後 那三月到大概九月十月 這一段V轉的走勢 真的讓很多高手贏家 投資大戶 其實呢 獲利滿滿 就像今天的來賓一樣 可能呢 獲利倍數的 數倍的 大概今年在市場上 你都可以聽得到 那包含就是說 在今年其實也看到 就我所聽到很多 所謂的證券自營商的 這些投資圈的朋友 大家大概也都已經提早 達正公司的獲利目標了 所以剩下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普遍的心態會先以呢 守住戰果 而不是說再往前衝 那所以其實這個有點像是 如果你去吃這個 自助餐buffet 兩個小時 那有時候呢 這個服務生來提醒 用餐時間剩下二十分鐘 那架上的東西 不一定會再補充了 所以剩下有限的菜色讓你挑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反而會有一些人 你看到他開始提早 買單離場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大致上呢 不需要在這裡做 不是剩下最後猛吃喔 我覺得不一定要做 會想要猛吃就是 因為你今天入場時間比較慢 有點遲到了 所以吃不夠過癮嘛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呢 如果還想要拼績笑的人 不是不行 但我個人建議是 第一個 持股比重就不要在這裡增加 你可以用既有的部位 可能來做換股來操作 那第二個當然呢 走到十一十二月 一定是要把眼光放在 明年看好的主流產業 OK保持戰果掌握明年啦 那西關姐 你剛剛是說 你覺得會整理嗎 我覺得整理 整理的原因是 因為畢竟美國總統現在的選舉 稍微沒有那麼絕對明朗化 那我覺得不管是川普當選 或是拜登當選 除非是大幅度的能夠領先 否則他一定會有些爭議在那邊 請法院啊 或者是在算票 那可能會有兩個禮拜著的動盪的話 那每股 我認為三大指數也一定會在整理 或是下修 前十天就在那個 大家現在要再等兩個禮拜 對 這是很有可能 除非大幅度能夠領先 就能夠解決這個爭議這樣子 OK好 那現在大家就想說什麼避險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負方FIX 跟同時反應都爆打量 這個要怎麼解讀 未量 我覺得其實 那就要跟著做嗎 是這樣啦 就像說我們在打桌球好了 如果你正拍都還沒辦法拿很穩的時候呢 不要急著呢 握反拍 或者說想要直接呢 高高舉起要做殺球 那基本上呢 其實台股有很多很多 可以讓你達到避險作用的一些產品 商品絕對是琳瑯滿目 不管是指數選擇權 甚至你會聽到什麼 碟式跨式樂式這些策略 但這些策略 如果你其實 聽完呢 有點一知半解 或者說呢 看一本書看到一半就會睡著 那你就要想想 這些避險商品是不是真的適合散戶 我們先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是這個VIX 這個是目前盤面當中呢 當然很喜歡拿來做避險的一個商品 但是從K線圖的一個今年走勢 大家就可以發現 其實基本上 除非真的像三月那種股災 持續性夠久 而且呢 整個叫做災難嘛 代表它的跌幅真的很大 否則你看VIX的一個指數走勢 基本上它都是瞬間的上漲 然後彈花一現 然後就往下跌 所以其實長期趨勢是往下的 所以 聯動這個VIX指數就是00677U 這一檔 富邦VIX 那我覺得 基本上呢 這一檔ETF操作 第一個重點是 絕對不能逢低加買 就你一級沒有命中 你買完它沒有馬上讓你賺錢 沒有馬上找上去 你千萬不要跌破成本之後 開始往下攤平承接 第二個呢 不能用買保險心態 買保險就是 有事就有理賠金 沒事反正就是買個心安保障 不行 因為長期發去 其實它的禁止會越來越低 那第三個就是要注意 它常常是處於溢價 也就是買貴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溢價率都超過5%以上 那我覺得就不應該去買 那目前這檔ETF其實 持有的這個融資預額 還有50幾萬張 可見其實很多人買進這檔 事實上是不容易賺到錢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原大台灣50反向ETF 那同樣的 這檔ETF也有50幾萬人持有 那大家或許會看到說 可是外資就有在買 但問題是 為什麼法人或外資 他們會去買這些避險商品 是因為 他們本來持股部位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它不太可能因為 11月3號選舉 那我就在這幾天 我趕快賣股票 因為第一個它也來不及賣嘛 那第二個它賣下去就等於搬石頭砸自己腳 所謂的卡巴基他走不掉 所以基本上法人他有必要性 去做一些避險商品 同時因為他們有專業的團隊 所以能夠輕鬆上手 可是一般投資人其實 好像看到人家買 所以你也想買 其實有時候買進避險商品 反而是增加自己風險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 對於散戶來說 最簡單的避險 其實就是把持股所謂降低 這是最簡單的 散戶一不小心越避越險 好 張傑你覺得呢 事實上我完全認同 魏梁老師說的 他說你這個 左手拍都還拿不好 就拿反手拍 所以很簡單 大概5000萬當一個部位 5000萬以下的就不用避險 5000萬以下都不用避險 對啦 人家說輕鬆多了 你賣股票 像這個魏梁老師 他出清他持股要兩個小時 我跟慶宇可能要兩秒 那現在又可以零股交易嘛 對不對 你兩秒 你一有風險 兩秒不用避啦 對 跌破季線就馬上出清就好 需要避什麼鞋 那當然法輪給大家四個方式 所以 第一個很簡單 假設你5000萬 5000萬 你大概最簡單的方式很簡單 做多好的股票 好的產業 那你可以空台子旗 抓三成 比如說5000萬你抓1500萬 那你連這個 例如說你要buyput 買選擇權 槓桿是幾倍 買個股期貨槓桿是7倍 買台子旗 例如說一口台子旗是200塊錢 槓桿是3倍 那你5000萬的三成 是1500萬再除以3 大概就是要做500萬的 所謂的財子旗的這個 買空嘛 所以這個第一個部分 你要會知道倍數 第二個部分 你覺得大盤有風險 buy call 跟buyput 就是說 你買一個大漲或大跌的風險 只要大漲或大跌 超過你的這個range 都有可能賺錢 那在大漲大跌之後 你可以進入到 say call 跟say put 也就是說你雙say 你們看在 例如說我看一個6000點 我只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好 例如說這個8000點 或者是15000點 這個區間 你去在有波動的時候 你雙生收權利金 當租金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已經有四個 可以 可以大家做 當然還有做CPS加龍券 這比較比較進階啦 比較進階 大概 因為你剛講 5000萬現在大家在放空啦 這一段可以跳過去 大概是這樣 會不會 對 有 有 我 有